蛋蛋是一位富豪 他早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是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这些钱够他花三辈子 但是没多久 他就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时候 有一天 蛋蛋在看短视频的时候 看到了泳池美女 他突然觉得浑身无力 四肢麻木浑身酸透 他觉得 自己要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地方 放松放松 这也是他年轻时候一直想去的地方 现在有花不完的钱 为何不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 他在老婆碌碌熟睡的时候 偷偷出了门 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 来到足域按摩中心 蛋蛋这才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潇洒 这样的享受 他以前只有在电视里见过 现在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从第一次之后 蛋蛋似乎爱上了这种感觉 从一开始的两天去一次 变成一天去两次 渐渐地和按摩小妹也熟悉起来 小姐 这里的按摩真是太棒了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舒适和放松 我想要冲一张最高级的Boss感 我要尽情享受这种感觉 姐 嗯 别担心 我可是个有钱人 宅无寄有的人 哈哈 先生 您真是个大方的人 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上我们店里的高级服务 Boss卡将为您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享受 请跟我来办理手续吧 一年一年过去了 蛋蛋恨不得天天住在足域按摩中心 但是她的老婆早已经知道了一切 就在蛋蛋还剩一万块的时候 露露向她提出了离婚 并且一切财产全部归属于露露 蛋蛋并不想听这些 转头就去了足域按摩中心 再后来 人们在蛋蛋年轻时候的住所 又看到了蛋蛋的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